建载机的数量 那现在来说 就是福建号呢 它的那个就是中国 已经公开的那个就是数据呢 就是它的满载排水量 大概8万吨左右 8万吨 超过8万吨 那我们就大概可以推测一下了 就是它没有 就是中国没有公开讲说 它能够转 那个有多少飞机 那就是辽宁号的话 是6万吨左右 那它的那个建载机呢 大概24架 24架左右 然后呢 山东舰的话 因为就是辽宁舰 原来是苏联建造的 所以它里边有大量的 这个导弹呢 这种这种设施 所以它就挤占了 这个飞行甲板 和这个就是机库的这个面积 所以说它的那个 飞机的那个数量比较少 因为它6万吨的话 它只有20多架 那等到那个山东舰的话 它就把那些导弹的部分 就全都去掉了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舰载机的数量 就有所增加 那大概说有30多架左右 所以说 如果说这样来推测的话 那就是福建号的话 最多应该不会超过50架的 那个就是建载机的数量 当然 这个50架当中 不是所有的都是作战飞机 不是所有的都是什么 就是固定翼的那个 那个舰机机啊之类的 它基本上来说 就是它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就是说固定翼飞机 和这个直升机 它是有一定的比例 因为作为 那个航空母舰来说 它也需要一些直升机 搭载一些直升机 包括反潜 就是周围的反潜的这个任务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运补 就是它和其他飞机之间 包括那个和那个补给 补给船之间 它有一些干货呢 是可以通过直升机来运输的 这个东西 所以它也要保留 一部分的这个直升机的数量 所以说它的整个的 那个就是建载机数量 它一定不是说 全部都是作战飞机 然后呢 那个美国的这个现在呢 尼米兹级的航母 和这个福特级的航母呢 它大概是可以 它满载的话 就是满装 满装载的话 大概是85架左右 然后呢 就是固定翼的那个作战飞机的数量呢 大概是60架前后 就是它是 因为我说 它要装那个 要 美国的那个 就是航空母舰 一般来说 还有一定的数量的预警机 预警机 然后还有一定数量的运输机 就是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反潜直升机 和运输直升机 所以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 它可能会有 10架 20架的那个样子 会挤占一部分的 这个就是 飞机的比例吧 数量 所以总体的数量来讲 就是说 中国的那个航母的话 它现在应该来说 还没办法跟这个 美国的航母相比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下属的 颠航